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又称大赦国际或AI是一家专注于人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总部设在英国 该组织声称在全球拥有超过1000万会员和支持者 该组织的使命是争取一个人人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所载所有人权的世界 该组织在人权议题上发挥了显著作用 经常被媒体和世界领导人引用 国际特赦组织的使命是争取一个人人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所载所有人权的世界 该组织在人权议题上发挥了显著作用 经常被媒体和世界领导人引用 AI于1961年由律师Peter Benningson在伦敦创立 国际特赦组织关注广泛的人权议题 包括 1.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2.任意拘留或监禁 3.失踪事件 4.法外处决 5.恐怖主义与反恐 6.言论自由 7.结社自由 8.集会自由 9.行动自由 10.宗教或信仰自由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又称大赦国际或AI是一家专注于人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总部设在英国 该组织声称在全球拥有超过1000万会员和支持者 该组织的使命是争取一个人人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所载所有人权的世界 该组织在人权议题上发挥了显著作用 经常被媒体和世界领导人引用 国际特赦组织AI是一个专注于人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总部位于英国 该组织声称在全球拥有超过1000万会员和支持者 该组织的使命是争取一个人人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所载所有人权的世界 该组织在人权议题上发挥了显著作用 经常被媒体和世界领导人引用 请不吝点赞订阅